歷史是當權者捨的 不是的,不是的,沒有可疑,發夢 不過我們的歷史每天都被人刪改 讓我找一些運動的參與者出來講講真相 做一個口述的歷史節目 我們的名字叫做《歷史在民間》 逢星期四晚上常在 記得留意吧 歡迎又來到《歷史在民間》第四集 今次我們訪問的就是聰聰子 為了保護被訪者 我們今次會用聲音處理 可能聽就辛苦一點 但希望大家接受吧 我們聽聽他怎麼說 Hello,我是聰 你這個運動是擔演什麼角色? 我自己來講 我覺得自己算是一個自由人的角色 可能因應不同的情況 會有不同的崗位 但如果你說往事出來講 其實我一開始都是一個和理啡 會去一些和平集會 遊行 但可能到運動的前期再後一點的時段 就覺得政府說不理香港人的訴求 香港人這麼多人出來遊行 但你都好像扮聽不到 所以就覺得這個和平遊行的手法是沒有用的了 所以就覺得應該要一個少少激進一點的手法 可能現在所謂的勇武 但是我自己又不是說會走到最前面的 可能就是做一下滅煙 去農職一些催淚彈 令到同路人不會受到催淚彈的刺激 或者不適 你覺得和理非和勇武中間的分別有多大? 其實勇武和和理非真的是一線之差 因為只是爭在你有沒有勇敢的決心 其實我到現在都覺得 勇武和和理非其實不是一個三分 而是一種心態 任何人都可以是和理非 任何人都可以是勇武 任何人都可以是和理非加勇武 所以分別真的不大 其實真的是一線之差 只是在於你會不會願意為一件事去付出 去承擔你的後果 那就是已經是和理非和勇武之間的分別 或者可以這麼說 和理非覺得他們 那種心態就是覺得有很多負擔 但其實勇武在學上不是負擔大 有勇武心態的人都會有家人 有他們的學業、有他們的事業 或者是有他們所顧慮的不同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是大家都要有著一個勇武的心態 那就是不可以得過車過 那就是夠車過 還有我覺得對著暴政和極權政府 人民是不應該巨派的 相反是應該是政府巨派人民 所以如果一輩子都用著和理非的心態去出來抗爭 其實是不會成功的 要就是用一些強硬的手段 例如說用武抗爭去對向這個政權施壓 你怎樣超越到這個和理非的階段呢 怎樣超越和理非的階段呢 就是當初我還是一個 純粹出來參與和平集會遊行的一個和理非的時候 我看著電視 看著7、2日 之後後期的8、3日 真的那一刻的憤怒 令我不可以再保持和理非的心態 因為我既然覺得 如果你和平遊行 但是要面對著極權政府 或者是黑警的暴力 或者是暴政 這個政權都是無動於衝的話 那其實還和理非的有什麼用呢 所以當我看到8、3、1直播那一刻 我看著黑警衝入太子站 沒有差別攻擊市民 其實是真的令到我很憤怒 是令到我那一刻覺得要出來做些事了 就是不可以只是逛街遊遊行 這麼簡單的事 我覺得是要向政權施壓 去加重他們的管治成本 你身為大學生 你會不會覺得你的抗爭成本 會比其他人多呢 其實付出的後果 其實我自己都想了很久 想的是會被捕 會有案底 甚至是可能坐暴動罪10年 對於我的前途來說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但是可能現在坊間 可能追求的可能是寫主主義 就是要有車、有樓、有老婆、有子女 就是一個很好的前途 但是我個人覺得所謂的前途 其實應該要包括一些高尚情操一些的 例如有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人們應該有一個言論自由 例如有選舉權、有被選舉權 這些都是一些普及價值 是很多人都會追訪的 其實你的追求的目的都很清楚 但是反過來 政府給你一個名稱叫做暴徒 那你怎樣看這件事呢 暴徒這個詞語 其實從來都是極權政府去劣化 或者是貶易抗爭者的一個名詞 其實我個人就不是YK人這個名詞 但是暴徒這個詞 會令到國際社會 或者是一些比較中立的香港人 會覺得抗爭者或者示威者的行為不好 但是運動至今都有一個口號 其實是挺有意義的 就是不會有暴徒 只有暴徒 證明如果這個政權 或者是一個國家 你沒有相應的暴徒 其實是不會有所謂的暴徒出現的 就是因為你有這些打壓人民的政策 所以人民才會站出來去反抗你 是一個由下而上的革命 這個運動裡面你經歷了這麼多 究竟有什麼簡單的形容詞 可以形容這個整個運動呢? 最簡單的形容詞 我個人覺得創新、多元化 其實你會看到香港的示威 其實是跟外國的示威很不同 可能外國的示威很多都是遊行 舉下標語、舉下牌 但是其實你會看到香港的運動 是會發展到有不同的範疇 例如現在黃色經濟圈 甚至是抗爭者之間都會有不同的崗位 例如前線、滅煙隊、後琴、First Aid 或者是記者、和利菲 其實是很多元化的 看到整件事是 然後有不同的創作歌曲 然後會令抗爭者更加鼓舞 或者是一些粉飾政權的歌曲 或者是一些圖畫、藝術等等的東西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運動是很喪新的 很多元化的 會令人有一種抗爭者很正義的感覺 有哪一句口號是從以前到現在 你都覺得很感動的? 很感動 或者是我覺得印象很深刻 就是香港獨立 或者出路這個口號 很多香港人都會很忌諱聽到香港獨立這四個字 就是為什麼呢? 很多人會覺得香港沒有半錢獨立 又或者是香港沒有這個能力獨立 又或者是有很多人都會有一種大中華的思想 會覺得香港是中國永遠的一部份 就覺得不應該分離 但其實有這個想法是一個好事來的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思想都是應該自由的 那為什麼大家會有這個想法 就是覺得一直在中共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 香港其實是沒有自由的 人們是不能反抗政府的 就算你政府的政策是有多麼強硬 多麼無理 香港都要承受 就算出來遊行 最後都是會被政府 給一些無理的無契的理由去博拭示威者 或者是抗爭者 所以覺得香港獨立這四個字 其實是很合乎不同的 那麼多個抗爭者的想法 香港獨立改出路 會令到很多人覺得有種希望 可以擺脫這個極權政府的統治 那在這個運動裡面 有沒有一些事是令你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事? 其實有很多的 所謂籠統一點說 就是和香港人一起做夢 一起抗爭其實已經很開心了 那麼現在在疫情之下 就有一個新的舉止 就是說和你抗爭 我很愉快 那就是因為其實香港人是很熱心的 很團結 也都很堅毅 跟身邊香港人一起去做夢 去對抗這個政權 其實已經足以令我很開心了 所以不會說有些什麼特別事 真的會特別開心 總之跟香港人一起走這段路 就已經很愉快了 那另外就是 在這個運動裡面 有什麼事你覺得是很憤怒的呢? 很憤怒 其實數都數不完 721 831 10月1日 10月1日 10月11日 甚至是去到後面的 中大、理大跌跌 又或者是中間的蒙面法 但你說最多的就是 因為周志樂死了幾天 有反暴警察就說 我們今晚要開香港慶祝 那件事真的很生氣 還有到11月8日 周志樂死的時候 其實是真的哭了整個招 因為我覺得 香港人這麼辛苦去對抗這個政權 但是 這個死人不明的情況之下 他去了一個手足 那真的很傷心 還有他真的只有19歲 是一個年輕人 他有很多前途的一個年輕人 哪一件事你覺得是最哀傷的? 最哀傷的事就是 有不同的議事死了 例如陳彥霖、周志樂 或者是2019年6月15日死的梁寧傑 在議事相關 但是這個政權都是沒有任何一時的動搖 那其實真的挺哀傷的 尤其是陳彥霖和周志樂 他們的死到現在都是不明一八的 即是我們是要他們陳冤得雪 但是到現在我們還是沒有那麼多方法 可以找到他們的真正死法 或者是他們有什麼遺願的事情 所以是很愛上的 那你怎樣看勇武的前景? 譬如現在好像一路都是什麼都做不到 政府什麼都不會答應你 那你怎樣去繼續勇武下去呢? 這個位置都是很糾結的 坦白說我覺得勇武抗爭 去到這個階段已經是去到進項位 因為大家可以見到 11月11號至11月16號之間的 所謂的難民行動 大家都會見到那時候 是勇武抗爭的白熱化階段 但是去到最後呢 我們得到的是中大日子戰 還有理大圍城 但是政府都是無動於衝的 那所以其實有一刻 已經覺得勇武抗爭是去到進項位 甚至乎是你說最有用的勇武抗爭 是真是7-1 或者是6-12 阻止逃犯條例通過 又或者是7-1 去立法會裡面有一個宣言 那其實那兩天真的算是最有用 你說其他是純粹加重政府少少的管治成本 或者是重創香港少少的經濟 所以我覺得現階段最有用的方法 應該是真是等國際支援 又或者是香港人自己都要做好全面的準備 真的要增值自己的知識 或者是強調自己的看法 但是因為這場運動我覺得是說真的 不會只是一兩年之間的事 而是一個會長很久的事 那最後一條問題 如果給你一句說話鼓勵香港人 你會跟香港人說些什麼呢? 那我就引用電影範圍下面的一個根據 就是只要我不會患活著 就會有很多事可以期待 那我們真的要保住一條命仔 我們不可以 我們要跟這個政權鬥長命 我們要做好全面的準備 還有要好好保護香港的本土文化 因為我們看到香港的本土文化 其實現在已經被中國大陸的文化侵蝕著 例如普教宗、國民教育 或者是簡體字的出現 其實已經是令到我們香港的本土文化被人侵蝕著 所以我覺得香港人真的要保住一條命 保住香港的文化 那就才可以令到我們未來有更多的本錢 去跟敵權政府說話 OK 謝謝 聽完這個訪問之後 我有點啟示 究竟是不是年輕人的負擔 比成年人相對少呢?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面對自己不同的問題 究竟要付出多與少呢? 我會覺得如果是用盡自己的氣力 去做好自己的崗位、自己的角色 那已經可以了 下一集的嘉賓的角色是什麼呢? 他是家長 是不是我們平常見的爸爸媽媽呢? 不是 他是照顧一些和家庭不和的手足 他為什麼會有大愛 去到一個程度 就是對著一個陌生的小朋友 他都可以當自己的子女去照顧呢? 如果想知道的就留意下一集啦 拜拜